进入乌丘禁限制水域 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影响海上航情安全 及交通秩序 请立即转向航离 海巡队舰长拿起无线电 对着不远处的中国海警船 进行广播驱离 请立即调整航向 请立即调整航向 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 面对严厉警告 中国海警船似乎完全没在怕 还是继续步步紧逼 请立即转向 尽速离开我方限制水域 否则我船将采取必要之行动 马上离开 马上离开 海巡队持续透过无线电 不断缓跨 双方在海上对峙僵持了一个小时 最后中国海警船才终于离开 乌丘临近海域 中国从23号起 连续两天进行环岛军演 海巡署也绷紧神经加强巡逻 23号就在东影和乌丘附近 我国的限制水域 发现中国海警船各两艘 警告驱离后 没想到24号上午8点多 中国又故技重施 派出两艘海警船高速航向东营岛 而这已经是这个月以来 中国第八度侵扰西马水域 这次中国海警船侵入的限制水域 分别是金门的乌丘岛和东营岛 虽然两座岛屿腹地小 但由于接近中国福州省 北边的东营可以紧定闽江出海口 南边的乌丘则是金马之间的 中继岛战略价值非常高 面对中国步步紧逼 在金门港边也感受得到紧张氛围 因为包含海巡 海龙快艇 两栖部队 以及装甲车也同步展开演练 即使外岛天后不佳 但战备进度不受影响 阿兵哥扛起重装武器 在港口随时待命 在两岸紧张情势升高的这一刻 国军已经提高戒备 做好万全准备 就像以前参与一场报道